一个视频看抖 VIL X20 Plus UD到底值不值得买 经过多次预热 在CES2018国际消费电子展上 VIL全球首发了屏幕指纹技术 并带来了世界上第一部可量产的 屏幕指纹识别手机 从现场展出的真机来看 基本上可以看作是 VIL X20 Plus屏幕指纹版本 该机取消了背部指纹识别文化 采用屏幕接锁取代 据悉VIL屏幕识别手机 是采用新资国际最新的屏下指纹传感器 ID FS9500 采用光电反射原理 识别指纹图像按压指纹图案即可解锁 支付等功能及安全已经达到了支付级别 针对微信支付宝等支付环境的软件 也都在测试当中 从功能上来讲 VIL的屏幕识别与此前传统的前置式空间十分类似 位置固定支持吸屏解锁 解锁速度在0.6至0.7秒 误识别率仅为五万分之一 基本上是触屏即开 根据VIL高级副总裁尼东旭透露 VIL组建了近百人的规模研发团队 在产品堆叠机构设计 芯片灵敏度 屏幕厚度等问题上反复跟进 最终成功研发出这款手机 据了解 VIL的屏幕解锁手机已经在量产 有望于本月正式上市 VIL的屏幕解锁手机